欢迎收看大新闻大曝光 要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以及等一会来加入我们的线上投票 那在这边呢 我提醒一下爸爸妈妈 因为小朋友快放暑假了 今年中天电视推出了 不同凡响2024中天小小主播夏令营 那我们当会推出中天 还有中视的主播群 以及电视台的幕后精英 还有一名娱乐专业讲师 跟小朋友们面对面 在互动课程当中快乐学习 有五大课程舞台魅力 听说读写 还有因为我们现在到网路了 所以教你洞察流量密码 以及学习出街的技能 体验模拟播报等等 可以到棚内来做体验 那一共有四个梯次 刚好暑假这两个月 一次五天 那这个其实请大家 可以好好来把握一下 那你如果是在6月17号之前 报名的话会有着鸟优惠 那么同时怎么报名呢 你可以扫这个快点够的条码 或者是你打电话 来洽询 都非常欢迎大家加入 小小主播夏令营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今天的线上投票的问题 开出来了 就是这几天 民进党为什么狂蹭黄仁勋 你怎么看呢 一 要转移王毅川事件的焦点 二 黄仁勋称台湾是个重要国家 第三 想要收割黄仁勋的光环 第四 你的看法意见 欢迎您告诉我们 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邀请到的是 时评论员波机黄洋明 大家午安 前内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还有历史哥李逸修 哥好 大家好 我们可以说是现在的 全台湾刮起了 AI教父黄仁勋旋风 他的演讲直播流量横扫 YT的发烧榜更是霸榜 一 二名都是他 非常非常的惊人 我们来看到关于他的主题演讲 全程直播观看次数 现在在一天前 就已经破了100万次 因为对于绿营来讲 现在是毛起来蹭黄仁勋 开口闭口都是他 立委沈柏阳就说 中国大陆终止ECFA部分产品 关税减让 因为就在前两天的时候 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二波 要终止ECFA的项目有134项 所以这个沈柏阳就说 这个是中国穷台策略的一环 同时也是台湾不能没有 中国市场的认知战 不过恰巧黄仁勋来台演讲 在AI教父跟半导体女王等人的 新闻热潮之下 股市还是持续上涨 刚好破解掉 终止ECFA的负面效应 对于民党他们现在狂喜的风向 也就是黄仁勋是天降神兵 甚至谢金和财信传媒董事长 他说没有ECFA台湾不会怎么样 那当然等会我会带来 大家来看他是怎么分析的 不过他里面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这个是中国大陆 没有办法抵制封杀 他回答是有能力封锁中国的 那看到这边我不知道 观众怎么想 我也等会会大家来看到 今天的这个线上投票的 大家投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事实上我今天投票 本来要开的题是 对于民党狂蹭黄仁勋 你觉得恶心不恶心 我想说我可能开这个题会被骂 或者怎么样 可是这也是我要讲的 我先请教波机 你看现在等会我们会一路看一下来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绿营这个也太拙劣了吧 也太明显了吧 就是直接把黄仁勋拿来抗中保台 是不是真是够了 我想其实关键在于说黄仁勋 他这一次来到台湾 第一个他待得蛮久的 就是说时间蛮长的 第二个他有重要的演讲 而且你看你必须要佩服 这位这个企业家 台北电脑展昨天是苏之锋 他要抢在苏之锋前一天 先把风头抢进 你说其实 在所谓的资讯业里面 他们其实是一个战场 而且辉达你看从1993年到现在30年 这个能够活到现在 有多少资讯业的公司 历经好几波的转型什么 要么被并购要么怎么样了 辉达NVIDIA他还能够继续 而且目前到这个AI产业还能够变成 所谓的龙头的这个公司 他有他一套没有错 那当然对台湾来讲 第一个不管是黄仁勋 不管是苏之锋 第一个因为他们跟台湾有淵远 有人说他是双重国籍 我不认为他们那个叫双重国籍 他们实际上目前就是美国人 只是我们的国籍法规范 他有能力 他当有一天他期待他想要的时候 他可以回来重新申请 那一张中华民国身份证 我们会保留给他 只是说今天他有这个必要 他有这个需要吗 我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为什么因为他在美国 基本上他以他们现在的这个身份地位 是不需要在意这个什么 有没有中华民国国籍这件事情 那我们当然我们台湾 其实最喜欢讲的就是什么台湾之光 很多从各个领域的 那能够有一个类似这种叫做 全球属于的顶级的首富 而且是大企业家 那当然大家就会对他是一个 到备受推崇了 那这一次绿营他们的一些思维 我是觉得有点纳闷 纳闷哦 那第一个你去把黄仁勋 硬要贴一个 比如说什么台派啊或什么 那当然你说 你说他这个他对台湾 这个异象他的这个想法 他对台湾这个所谓的 AI的产业链这个架构 他是有他的这个独到的想法的 但是哦你说因为这样 他就跟民进党是同路吗 哦这个不一定哦 哦这个不一定哦 你不要忘记这回答他其实也是 同样的布局中国大陆的哦 就是他们的市场他们不会 像今天去参与这种所谓的 中美贸易战里面去压宝在哪一边哦 他一定以他企业的极大化为最大的考量 那在AI因为AI关键在于说 其实这一次你看到他那个演讲 他其实是来告诉大家 AI有多重要 这个产业的未来性有多么的强 所以呢他用一个让台湾人看得懂的 比如说一个气象的预报 哦一个所谓的未来的这种所谓的 医疗哦这个智慧医疗哦等等的 那这些哦就你就会觉得哦 原来AI离我们不远 离我们很近 而且未来还有所谓的机器人产业 嗯那他就把这样的东西哦 透过一场演讲告诉你说 如果未来这个产业起来了 那是方方面面每一个产业都有可能 连包括现在的传统产业 因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像那个巨大 嗯这个所谓的这个做自行车的产业 原本叫传产哦可是呢 对未来如果机器人的这个骨骼 什么是由他们来制作的时候 那不一样啦 那就立刻晋升到所谓的这个 先进的这个这个所谓 对高科技产业啦 所以每一个产业透过AI 他有可能有转型的可能 这是黄仁勋他在告诉你未来性 可是呢我们我们有一群人 台湾有一群人却要把黄仁勋拉到 台湾政治对立的那个格局里面 老实说我是觉得 这太low了啦 然后去讲什么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 我是 我是不知道那个他到底什么样的角色 他要去公布什么黄仁勋 他到底是不是台南人 还是什么台北出身 我说好无聊 对这真的很无聊 为什么因为我是台北出身 我的身份证 到底是H开头啊 我也是桃园 因为为什么户籍办在桃园嘛 这这么简单的道理 这个跟你是哪里出身 没有关系嘛 好 那去做这个 去做这个举动的人本身就很无聊了 对 然后呢去指责这个举动叫蓝白粉 一更无聊 奇怪了 就一定要今天有人去做这个举动 当然很莫名其妙 但是你去指责 你也用了一个同样的政治的套路 加进去的时候 老实说我是觉得黄仁勋根本不在乎 连我们讲直接在这边讲清楚 黄仁勋直接在这个五月底来到台湾的时候 媒体就问他啦 为什么因为新总统上任都在讲AI产业 甚至你知道现在那个绿营的朋友他们说 台湾里面就有AI T A I W A N 这样也可以哦 好厉害 我们台湾就是AI立国 好厉害 我 我 在中国也有AI啊 对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这个想象力 只能说他英文太烂 想象力 想象力有创造力很好 但是 但是今天 我觉得 像黄仁勋他被问到 要不要跟赖金德总统见面的时候 不是那种从同一个场合 然后大家大堆头不小心碰到不期而遇 是专程去拜会或怎么样 他说没有这个计划 直说了 他就是 他要保持距离 跟政治保持距离 商业的模式 就是你要怎么去解读 黄仁勋不在乎 甚至你看 人家问了 一开始有一个新闻说 他要在这个高雄 设一个所谓的什么研发中心 有没有 他说没有没有 我们是要设计总部 我们不是研发中心 可是是在哪里还没确定 你看他昨天还问媒体说 你们觉得选哪里好 还第一句问说 你觉得哪里的夜市比较好 这是他的一个幽默感 幽默感 但是关键在于说 他会在台湾加强投资 就是好事 这对我们国人来讲 这都是好事 增加就业机会 让台湾在这个AI的产业链里面 有更强的这个连结 这都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今天硬要把这个 这个灰达或是黄仁勋 贴一个什么样什么支持台独 或什么样的标签 都很无聊 都很无聊 黄仁勋他是一个世界 我想像这种企业家 他们在乎的已经不是那种 什么两岸关系 什么他们在意的是 整个世界的趋势 这个是未来性 那所以我只能说 如果你今天格局 就只有在那边讲 什么蓝白 什么独立 他是支持台派 还是什么的话 那很抱歉 你们的格局 就只够去谈这个 你们没有办法看黄仁勋 那样他们已经在看 产业的未来20年30年 而你还停留在过去50年 两岸对立的那个情绪里面 但是曾经专家谢金河 他是这样说 他说在台湾压力最大的时候 突然天降神兵黄仁勋 他告诉全世界 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 台湾是挥达的一部分 挥达也是台湾的一部分 那么这让小粉红 几乎快要崩溃 频频呼喊习主席赶快制裁他 中国无法抵制封杀挥达 是挥达有能力封锁中国 而就在这个时候 前民进党副名首长林赫明 也说话了 他说黄仁勋就是掌握了 B2B和B2C行销学 宛若台湾候选人 每次扫街拜票 固装脚的造势 每一次操作 当然都是一次话语权 重点来了 他说他在打造的是 挥达版的 辣台派舰队 他用这个式 告诉台湾的供应链厂商 跟着他走 就是航向伟大的保障之地 好 不过来看到这个郑赫爽粉砖 他也直接PO出来 这是黄仁勋最近接受 英国金融时报 专访的时候提到 半登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 让辉达 犹如被绑手绑脚 美国企业遭受巨大损失 最关键的一句话 他说 黎若尚在台湾以外的地方 制造晶片 这是可行的 但是大陆市场 是无法被取代的 好 所以这个郑赫爽 就在那边提到了 吴儿女怎么唬烂 中国大陆市场 就放在那边 你不进去 就会让竞争对手获利 这种现实问题 却被民粹绑架 真是有告好笑 另外一个粉砖 是高雄林小姐 她说 绿营大量侧衣和立委 拼命想用黄仁勋来证明什么 黄仁勋来证明什么 事实上黄仁勋今年早 更之前 他就去大陆穿上这儿 这是东北大花 一起扭殃割 她说其实 绿营不需要创造黄仁勋的立场 去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来服务 他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四处谈生意 来台湾 夸台湾的夜市 到大陆穿大陆的东北大花 是没有必要选边站的 所以这边我请教这个立文姐 所以 那最近 那这一波 你怎么看 就是这一波蹭黄仁勋的目的是什么 效果达到了吗 对绿营来说 我觉得这个 当然就是他们自己 RQ式的自嗨 那民进党很喜欢搞这个东西 那其实就是再度的凸显出 民进党对于国际 还有对于台湾自己本身都不了解 那黄仁勋之所以会掀起的 这样子的一个风暴 其实是全球的 因为他的那个股价是 等于是跌破眼镜的这种涨法 那他可能明年就变成是全球首富了 那这个当然跟整个高科技市场 还有整个AI市场的发达 有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关系 那黄仁勋真的是 这么的爱台湾到 要跟中国决裂吗 他来台湾是为了要扶持台湾 来围堵中国吗 当然不是 他对中国大陆 其实事实上是非常的友好的 而且甚至于因为 美国有非常严格的禁令 像这样子的一种高科技的产品 是不可以出口到中国大陆 所以黄仁勋还特别专门 为中国大陆市场量身打造 产品为的就是要 中国大陆这块市场吗 没有一个聪明的生意人 会有赚钱的机会不赚的 所以黄仁勋第一个 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美国人 小时候虽然有非常短暂的时间 在台湾成长 所以跟台湾有感情 但他今天回到台湾 不是因为他只对台湾有感情 如果今天台湾是像巴勒斯坦 如果今天台湾是像海地 他会回来吗 他不会的 今天就是因为他不是像 谢金河说的忽然间天降神兵 不是的 是台湾长期这几十年 在高科技产业供应链的布局 是又深又广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 NVIDIA的非常重要的供应链的伙伴 所以今天台湾的这些高科技厂商 并不是因为黄仁勋忽然间恩赐台湾 忽然间来台湾了 所以大家赶快巴着他不是的 他们本来就是产业伙伴 本来就是紧密的供应链伙伴 没有什么突然来的这件事 那黄仁勋呢他当然非常特殊的个人的魅力 这刚好是当下时代的一个重大的潮流 不像过去高科技产业的老板都是躲在幕后 非常的低调神秘不愿意曝光 那他现在呢他就有点像小米的雷军 像当年阿里巴巴的马云 因为他个人的独特的魅力 然后他很会画大饼卖梦想 重点是他跟贾伯斯又不太一样 贾伯斯是一种高冷的美学 让你知道说我这是独步全球的高科技产品 所以你拿到Apple 你感觉你跟贾伯斯一样的那种style style对吧 可是现在呢 现在是TikTok的时代 对不对 所以呢讲究的是什么 是清明是及时是当下 甚至于他愿意跟更多的年轻人 分享他的人生哲学 变成一个人生导师 因为TikTok上面全部都是年轻人 对不对 那这就是雷军为什么会红 变成是超级企业老板IP 那他的IP在TikTok上面 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在新的自媒体上面的成功爆红 也拉抬了他的品牌 也拉抬了他的产品 互相拉抬 那么黄仁勋又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所以我说他分享他的人生哲学 他的人生经历 他不是像大家想的 从小到大是怎么样的 他也曾经跟跟这个这些 就是混江湖的这些孩子们 学校们曾经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也展现他生活的细节 跟你分享我喜欢上夜市 跟你一样 这些种种都是马上可以直播分享的镜头 所以他是活在当下的超级IP 企业主IP 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 他就是一个成功的超级Sales 他就是一个成功的超级企业主 好 为什么来台湾 为什么来台湾 除了我刚刚讲的 本来就是紧密交织的一个供应链之外 他为什么要来台湾成立一个设计中心呢 我们本来还期待研发中心呢 我当时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是研发中心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就在美国 你看华为任正非讲的经典的话 他说今天我要在全世界 因为被美国打压嘛 砸钱是没有用的 砸人才才有 这个企业 这个产业 对不起 这个产业就是一个高号人才 我要的是人才 但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才 在美国 任正非也承认 这个全世界你不需要跟人家强辩 就是在美国 所以那他为什么来台湾 因为来台湾CP值高 为什么叫CP值高 我跟大家讲 全世界的高科技产品 在上个世纪末 就已经有了一个全世界的协议 所有的高科技产品是免税的 这是非常关键 台湾存活到今天的原因 所以呢 高科技产品是免税的 那我在台湾 为什么台积电被迫要到美国去设厂 这么的痛苦 过去有成失败的经验 他根本不想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全球高科技产品是免税的 我不需要到美国去设厂 担心他的关税壁垒 但是我一到美国 我什么成本都高 我在台湾 我什么成本都低啊 是不是 光是就人才 我们刚刚讲了 这是为什么人家要来的原因 好 那真的像这个讲了说 那ECFA我们不痛不痒 反正我们有高科技产品 我们有护国神山 现在又来了一个 哇 那我们台湾就得永生了 问题在这里 这些都是高资本的行业 你在这里头 可以获得红利的人是极少数 在台湾极大多数的人 是分不到这块红利的 那作为一个政府 你要照顾全台湾所有的人 而不是因为高科技企业 而得到红利的这一批人 那其他的人怎么办呢 的确ECFA 我告诉你 这100多样砍了 对台湾整体经济的影响 是有限的 但是就就业市场影响呢 对你来讲 你把它放在整体的 台湾整体经济上来讲 或许占的份额很少 但对一个人来讲 我就是有工作没工作 对这个产业来讲 我就是没了 到台湾到今天 因为我们错失太多次了 当韩国跟中国签了FTA 当韩国因为当时吃了美牛 跟美国也签了FTA 那台湾中国等不及了 我们当时ECFA受挫 所以中国才跳过了台湾 跟韩国签了FTA 大陆 美国也是因为这样子 跟韩国签了FTA 我们现在吃了美猪 什么都吃了 还是没有FTA 所以早在十年前开始 十几年前开始 台湾的船产就已经迎来了 凌冽的冬天 都搬了啦 所以到现在台湾出口 高科技产业占高达70% 只剩下30%的船产 但是这些都是就业人口 未来只会越来越少 就是没有了ECFA之后 你也可以没写没类的说 这船产就弃洋产业 就把他们淘汰掉 算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分到 那个占台湾出口 70%高科技产业的红利的 那这些人怎么办 台湾就会变成一个 非常严重倾斜 极端的M型的社会 你搭到了高科技红业的人 哇好有钱啊 没有的人呢 那大部分的服务业更是苦哈哈 这是台湾今天的酒精 你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 你不能够独会某一个产业啊 这是今天台湾面临的 非常严峻的问题 我们只剩下30%高度就业的 这些传统制造产业了 现在也已经几乎看不到了明天 我再回过头来讲 很高兴啊 今天黄仁辉说 我开至少1000个工作机会 我告诉你 过去这20年来 因为一个台积电 台湾这种人口红锡作用 已经让台积电以外的产业 找不到人才 我刚不就说 这是个杂人才的时代 台湾没有人才 不够人才 严重缺人才 光是一个台积电 都不够用了 然后你其他的 我们都不要讲别的 什么传统产业服务业了 其他的高科技产业 都找不到人才 好了你现在黄仁辉又来了 又一个红锡作用 那我在教育委员会的时候 我就曾经大力的多次的質询 你为什么把台湾的钱 通通砸去买那些没有用的武器 而台湾的我们的高等教育 已经几乎破产 而且是10年来的破产 非常严重的破产 你赔职不出人才 更不要讲季职学校完全的空洞化 那为什么你不把钱投入在台湾的教育 培育更多的人才呢 很好啊那黄仁勋来 会让台湾的政府真的正视台湾这个问题吗 这个严重的人才红锡的效应 第二个 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去 当黄仁勋的员工啊 百分之九十的人 我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 我要嘛没兴趣我也没这个天才 我也没有这个天分 那难道国家社会政府不理这些人了吗 我们这些没有办法去高歌器上班的人 那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呢 这个社会怎么看待我们呢 那我们的生活品质是什么 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呢 更何况你今天黄仁勋的成功 说实在的 他是因为在美国的成功 也不是台湾政府培育他的 你说台积电还是台湾政府培植出来的 黄仁勋根本不是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台湾看台湾 臭黄仁勋的热闹 当然我们大家都爱看啊 因为毕竟他也跟我们一样 是在台湾土地生长出来的 虽然小小ABC就到美国去闯天下了 但问题是说回到现实 他所 这都是每一个都是对我们政府的灵魂拷问 都是我们的政府要回答人家的问题啊 我刚刚说的 除了高科技以外的产业怎么办 就业机会怎么办 我们的人才短缺怎么办 一个台积电的人才红析效应 20年10年 每年所有高科技的产业 我们的大学教育 每一个都在问政府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通通不理会 没有半招 然后现在又来一个黄仁勋 所以民进党政府不是跟着黄仁勋的屁股 我后面放鞭炮贴金蹭流量 你政府有你政府的责任义务啊 那台湾的布局是什么 台湾人民的这些生活品质 社会安全在哪里 所以这个当然我也希望 台湾最好所有的传统产业 通通搭上AI的潮流 每一个人通通都用了AI 好啦那更好啦 台湾要全面的AI 这是未来世界的潮流啦 这是早晚的问题而已 好 那请问这90%被AI取代的工作怎么办呢 以后你我的工作都被AI取代了 那我们吃什么呢 我们的工作在哪里 我们就就业在哪里 台湾未来的社会形态是什么 你现在所有的 所有相关软硬的基础设施 政府的形态 你有做准备吗 你有超前部署吗 你有为未来这个社会 翻天覆地的大转变做任何准备吗 没有你在旁边拍拍手说 黄仁勋好棒干嘛呢 也不过就是1000个人要去他那里上班 那剩下2300万人呢 所以民进党冷静一下 醒一醒吧 不要在旁边当吃瓜群众 你现在是主政者啊 可是这次黄勋来台湾 跑了很多行程 为什么没有跟赖清德见面 那亮哥郭正亮说 我们现在都说AI对台湾很重要 赖清德就职演说的时候 都说要推动台湾成为AI之导 那为什么赖清德跟黄勋见不上面呢 为什么见的都是美国政客呢 因为他们不想卷入两岸纠纷 因为他们都是跨两岸的 黄仁勋怎么可能会不在乎大陆市场呢 所以当你把两岸弄得那么紧张 人家很难做人 他也要做大陆的市场啊 美岛电报董长吴子佳说 大陆才刚刚军演完 还说台独粉身碎骨 商人却一直投资台湾吗 这背后一定是由美国政府保证没问题 而这些商人到台湾都没有跟赖清德碰面 表面上很奇怪 应该是美国政府希望他们不要碰政治 完全做商业 那今天电脑展呢 我们看到赖清德也来了 那赖清德致辞的时候 一笑咪咪的感谢了黄仁勋 感谢台积电 他宣誓将投入建制超级电脑 这个部分 那刚刚波及有带到 黄仁勋直接说 目前没有规划 要跟赖清德总统见面 那其实很显然 他就是要跟政治保持距离 但是绿营现在 只想拿来做政治操作 趁 趁 趁爆 首先先讲黄仁勋的背景 来 这边有一张 包括这个 这个苏之锋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给大家看一下吧 黄仁勋呢 他的爸爸叫做黄昕泰 各位啊 他是浙江外省人 他是第二代 那很早就移民了 很久就移民 所以黄仁勋他们家族呢 黄仁勋是民国52年 在台南出生 然后可能报户口是在台北 所以现在有传出说 他的身份证字号等等 但这是个人的 那总之他是在台南出生 他自己的讲 然后1972年移民到美国 所以他其实9岁才移民出去 也就是说 他的基础语言能力 他自己已经成型了 我儿子2岁3岁 就讲了讲到病病了 其实只要家里有维持 因为他是去寄宿家庭 那寄宿也不是外人 是他自己的亲戚家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家族 是非常洋派的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他的妈 他的妈妈叫做什么 叫做罗彩秀 罗彩秀的大哥呢 叫做罗伯木 罗伯木的女儿 其中一个叫做罗鼠亚 然后呢就生谁呢 其实就是生就是苏之锋 所以他们两家是亲戚 那苏之锋呢 他在台湾呢 是1969年出生 两岁的时候 一样也出生在台南 他们就是个台南的罗姓旺族 然后一样是嫁到美国去 那他们家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蛮有名的 是这个什么 这个南方的 南方下面的分支 就是环球水泥的董事长 他们家 也是跟他们家是联姻关系 这个是他们另外一个 叫做侯伯毅 所以呢这边 他们是个整个家族 这所以人家俗称台南帮嘛 那民进党可能想到台南帮了 就想到哎呦 这本土的啊 来给他秤一下 用力秤啊 黄连兴家族是个国际家族 他是个标准的 华人的一个什么 在冷战时期这种 这个流动型的家族 因为冷战时期呢 中国遇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嘛 就第一个中国内战 没有打完分裂嘛 那导致两岸的对峙 所以两岸长期呢 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 高速发展经济 都是以均务为主 那台湾的比较快 台湾在蒋经国上台之后 或者是蒋经国开始 当行政院长之后 开始进入了所谓的 这个十大建设啊 就是经济起飞起嘛 那对岸的话 要一直等到邓小平上台之后 然后才开始改革开放 到了1990年代 才开始大步的往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最高尖精的人才去哪里 当然是American dream啊 去美国啊 所以你说今天黄仁勋 是不是台湾人 我跟你讲他绝对是台湾人 那这个所谓的台湾人 是因为他在台湾出生嘛 那你说他有没有 中华民国国籍呢 我们的国籍法认 他在台湾出生百分之百 中华民国国籍 只是他要不要申请身份证 他要不要拿公民权 这件事情就要看 他自己愿不愿意申请 当然以他的身份 他要申请他随时可以申请 因为他的父母双亲都是中华民国国籍嘛 一样嘛 舒之锋也是这个样子嘛 就是说他们是都可以直接申请 这差别在他们要不要 那你就看到他回台湾 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 是美国护照 那当然他是目其中生 拿美国护照嘛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知识 但对民进党来讲 这不重要 这些都不重要 重点是什么 台湾家啦 台湾赞啦 台湾最亲啦 因为我跟大家讲 这是什么意思 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啊 需要新的IP啊 那这新的IP是什么 找不到啊 因为抗中保台湿了啊 清了行动也湿了啊 现在是找新IP那怎么办 找黄仁勋来当新IP 毕竟啊 拱川捅了这么大一个洞啊 捅了一个大骷髅 他希望大家拱川啊 这个公是什么 公去的公啦 前面的公是公贏 公贏 八七的公 后面的公是什么 旺调的旺 旺川 从憨川变旺川 从拱川变拱川 最好都别想起我王毅川 不然的话我王羲之的事情 膝盖都知道 会整天被他徐晓星拿来修理 所以我们今天投票 你是投这个要转移王毅川焦点 百分之百转移焦点 但是这有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这样子炒作这样的IP 你首先是出于这个黄仁勋的本人 他是故意要去炒作IP 不是 今天媒体之所以会这么大幅的报导 包含外媒的报导 才会产生一个全台湾 这个非常高潮式的一种 爆炸式的声量 原因是在于中外媒体的炒 台外媒体的炒作 要去中化 所以台外媒体的炒作 那为什么炒作呢 外媒炒作是因为要告诉大家说 你看 这就是民主 民主产业链 我们是民主的世界中心 所以黄仁勋来 但就黄仁勋的背景来讲 他对两岸都有感情 他的爸爸妈妈 他就是一个欧瓦罕籍 最好像是一个欧瓦罕籍的ABC 还不是ABT 他们现在有分的 像是萧美琪 你就要叫他ABT 为什么 因为他自我认为 我跟中国没有关系 我是台湾历史 这个是ABT 他是个标准的欧瓦罕籍ABC 那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他来讲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范式吗 这就是后冷战时期 在改革开放尤其在什么2000年到差不多 2018年这个中间这一段时候 其实有大量的这样的一种背景身份的 台湾的美意的这个相关 像西游什么的 他们都是透过这种模式 然后呢 游走两岸三地 然后赚了大把 差别只在有些人高调 有些人低调嘛 比如说比较早期的Yahoo创办人啊 那这个这些都是很类似的 因为当时台湾的高精尖人才 就是往美国去走嘛 所以帮我们积淀了一大群 我必须说黄仁旭跟苏之锋 应该是最后一代了 因为再往后面去到美国的 目前你说变成这种 能够做这种最顶尖的企业的 目前还没看到 那也许未来还会有 可是毕竟随着台湾人口的缩少 少子化 还有台湾人外移外流的减少 所以现在在美国新的 其实台湾留学生少到不行了 我12年去到美国做田调的时候 我去拜访了这个华府 我在那边待了五周嘛 然后我们当地啊 的这个台湾同学会 多可能大家知道吗 这个Washington DC 就是Great Washington Metro 这个地方就大华盛顿 这个都会区有三间居 比较好的学校 一个是George Tung 一个是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大学 还有一个是George Mason 乔治梅森 以前每一校都有一个同学会 再来一个三G联合同学会 因为刚好三个G嘛 结果呢我去的时候 他说各校同学会 几乎都已经合并成三G同学会 因为人不够 各校有同学会的什么 都是大陆人 大陆人还可以分同乡会了 你知道吗 人太多啊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大陆 大量去留学美国的时候 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啊 只是说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很多人 读完书缴完学费就回乡工作了嘛 就所谓海龟派 所以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 黄仁勋搭的是什么FORM 他搭的当然是希望什么 美国的这个最强的研发科技的能量 所以科技最研发的话 以AI来说美国现在是最领先嘛 台湾是制造CP值最高 而且因为有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在制造方面非常领先 当然是压榨了很多 十万青年十万干嘛 所以他才会讲说 张忠萌是我的忘年之交嘛 张忠萌是我的恩人嘛 因为今天NVIDIA 我相信他讲那个AI的演讲 你去把前文调出来 或者你真的有听 你几个人听得懂 不要说我偏常很关注了 但我都没有办法完全听懂 因为有太多都是这种 你真的是行内的 你才听懂 我们这种属于不能算吃瓜开心 只是有兴趣的人 就是大概知道 好 那他讲那么多 我只要告诉你我很吵我很屌 然后他很有型 他就是另一个类型的贾博斯 其实刚才委员说的很好 他就是另外一种行销自己的方式 那这种形态 这种形式 是在台湾因为第一次遇到 因为张忠萌 郭台铭都不是属于会行销自己的人 而且加上他们年纪比较大 他们崛起的事情 也没有所谓的网路推行销事代 没有TTAG 没有抖音 没有SHOT 没有REEL 这些东西都没有 所以他没有办法行销自己 然后另外他们个性也不如此嘛 可是对岸这种模式成熟到不行 这个小米造车 人家说小米造车好或不好一回事 但信仰绝对造满了 对吧 所以小米就是要炒 小米素期就是要长得 有点像是保时捷 然后你看就是炒车 就是这样 就是在这个时代 产品固然是一回事 但是科技业老板的IP打造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种在美国更是 已经是非常成熟的 最成熟最成功的那个男人 叫什么呢 那个他也不是科技业的 叫什么呢 叫做川普 他就是一个成功企业 打造个人IP 可以叫选总统 他最近才开了Ttalk账户 对 然后一天就干掉拜登 丢死人的拜登 所以你可以了解 在这个科技的 在这个以行销科技为尊的时代 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样的一个走出来的企业家 会越来越多 黄仁勋是非常敏锐去察觉到 你说他是商人 他绝对同意 但是他也许他会更想要告诉你说 我是个creator 我是个创作者 我在创作什么 我不只创作AI 我还创作IP 我还创作你美好的生活 我创造一切 这是他想要打造你 那你跟着他朝到出水又能接地气 这也就是跟贾伯斯时代又不一样 贾伯斯时代当时吹了风是 这个科技是一个非常高冷的一个感觉 所以当时套头黑毛衣到处流行 那今天是大皮衣到处流行 在过一阵子 我相信民进党很多男委员 就会去穿这个 太热了 在台湾穿就太热了 硬穿啊 穿黑皮衣 波及不是有一件吗 这种天气怎么还穿得住啊 冷气要开多强啊 所以其实他里面在连结是什么 就是讲白了 黄仁勋在做他的事啦 美国人在操作他的事啦 民进党在操作他的事啦 但最强的是什么 摸下的都笑的 笑在探钱啦 笑在探利益啦 坐在看下的都讲的 真的讲死了 真的骗了料 今天AI好不好 那你用过才知道 我跟你讲 我是Track GPT的会员 我缴钱啊 我缴年费 今年缴1000多块钱 Track GPT 4 跟大家讲 跟Track GPT 3.5差在哪里 Track GPT 3.5很容易淡掉 他的运算能力跟不上 所以他这次演讲 他也特别讲Track GPT 他现在提供嘛 所以呢 他就是在告诉你说 我这个未来AI 但是这种东西 你没用的人 你怎么会知道 为什么我用 因为我们工作需要 我们现在做这个影片 有时候这个翻译什么的 用Track GPT 4 就是很好用嘛 下次我们看到历史哥 就是合成的了 不是真人了 摸不到了 副未完生 对 数字人 其实我最害怕那一段 因为我们偷偷被取代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在担心的 好啦 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智慧这种东西 Track GPT 他还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到 但总之 这是黄仁勋的商业帝国的 打造过程中的一环 而且你看他的身价也水转超高 就是黄仁勋懂打造 所以华尔街就跟进嘛 那华尔街跟进黄仁勋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问题是 其实黄仁勋现在最有趣的地方 研发在美国 制造在台湾 市场在中国 尤其什么 他这次的演讲里面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什么呢 自驾车 问题 全世界上最大的自驾车市场 现在不是美国 美国在称死称活 3.3亿人口 中国有14亿人口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市场 所以黄仁勋对中国大陆 表现非常友善 每次美国禁令一下来 他基本他先发动 他所有的游说团体 想办法在关键地方 偷偷放行 第二点马上打造出 专属专规的中国版 而且呢 还会提供中国客户 如何的串联并联 可以让这个AI晶片 一样可以达到效果 而且车用晶片有个优势 就是他根本不送你 什么3nm 5nm 因为车子很大 车里面多的是空间 晶片太小了 所以车用晶片没有尺寸 车用晶片反而大一点好 为什么 因为耐受这种环境的一种变化 他是比较有耐受度 好 所以其实从这样来看的话 现在就是一个各取所需 那我要这边谴责就是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可悲的地方是什么 黄仁勋已经态度很表明了 我来做生意的 你还硬要蹭 蹭得这么无耻 蹭得这么下流 就为了你要遮掩 你的拱川变拱川 这很可恶的地方 然后呢 你这样长期去弄 它会产生一个很坏的结果 首先呢 就台湾整个完全失衡 就台湾现在其实是严重的荷兰病 刚才委员讲 我很有感觉 就说荷兰病研究到什么程度呢 说白了嘛 就我们电视台 我们这个做媒体行业的 现在招人很难 真的很难 大量的人都往集中去移动 而且呢 所有的科技 我看到黄仁轩这次背板 他们还把我们台师大列上去 我是蛮感谢的 可是你知道吗 台师大以前工科 李工科 真的不好意思李工科同学们 校友们 李工科在台师大排名是后段 可是他把他列上去为什么 因为现在夯啊 拉上来 好那这个人才流动 都倒不是坏处 可是他问题是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失衡 而且长期下来 他会完全变成一个不平均的社会 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这样的结果是导致 台湾的大量人才只会专向一个 那台湾其实会变成一个更脆弱的国家 因为台湾本来就很难有自给率 包括粮食自给 人员自给 各种自给都很低的时候 你连人才都没办法自给 你很多断层的人才 大家就想洗头小妹 现在很多是越南的朋友 越南第二代 或者是越南移民 真的啊 然后现在还有什么 越南来台湾读书 实际上来打工的 对不对 一大堆嘛 像变成这样子嘛 然后建教合作的方式 就变成是越来越严重 可是呢 对于执政党来讲 短期内有得到票 转期内可以把拱穿的 注意力可以转移 那就OK了啦 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呢这叫什么呢 荷兰病就像吃雷顾唇一样 一直吃一直爽 继续吃继续爽 但总有一天要还 那还的时候 我认为台湾是可能是 土奔瓦解式 这很危险 那不过 短期内确实有效了 所以他们就继续爽了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你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钟 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 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因为有颜色的 西瓜aves 西瓜 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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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寨